虽然二级警戒松防了许多空间环境的防疫管制 但疫情仍未全面平行的情况下 京丰乡是特地持续的来针对乡内公共设施空间 旅游景点等地来实施戴口罩 保持1.5公尺安全距离等措施 而在活动中心则是不开放接触性活动 像是篮球排球等等 希望乡亲游客都能够配合 疫情取管后中央在7月27日降至二级警戒 各场所活动也放宽防疫措施 但由于疫情每天全国仍有新增个案 因此疫情未全面平息的情况下 京丰乡公所目前仍持续针对 乡内公共设施活动空间 与旅游景点等地 实施戴口罩保持1.5公尺距离等措施 而在活动中心则不开放接触性运动 像是篮球排球等运动 天空步道加了温泉还有运动公园 这几处我们都依照中央的相关规定来办理 有些地方像活动中心 因为有篮球框 因此我们就尽量避免 人与人之会碰撞接触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禁止来使用 其他我们就依照规定 在室内室外维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跟一定的人数 如果是用餐我们就采取梅花 要求采取梅花做的方式 另外戴口罩 两耳闻 实验制的部分 就依照中央的规定来办理 金翁湘有知名天空步道 温泉公园等旅游景点 面对警戒降级后 恐将会出现旅游人潮 因此乡公所不敢大意 不论是乡亲或是到金翁湘游玩的民众 无比配合乡公所的防疫措施 守护彼此健康 请讲解静风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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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놓 就